公祭显赫 明辨是非 南宋将军韩世忠 生于1089年 适于1151年 韩世忠年轻时身材魁梧 勇猛过人 书读得不多 却很会打战 最擅长打 以少胜多的战役 18岁从军 生平战功赫赫 全身伤痕累累 双手只剩下四根手指 而且还是不能活动的 韩世忠治军严整 当时的韩家军可是和岳飞的岳家军齐名的 韩世忠对兵器设计也独具匠心 首创出不少特别的兵器 韩世忠和岳飞一样 都反对宋朝和敌军弹劾 朝廷却因为秦桧从宗作梗 一直置之不理 韩世忠报国无门 一气之下 尚书抨击秦桧断送祖国江山 因此得罪了秦桧 秦桧得事后 本来第一个就想害死他 诬陷他密谋造反 幸好岳飞通风报信 加上皇帝网开一面 他才逃过一劫 秦桧当时全清朝野 大家争相讨好他 但韩世忠不耻他的为人 从来不肯跟秦桧交谈 后来秦桧迫害岳飞时 朝廷上下文武百官 没有人敢出来说一句话 韩世忠却挺身而出 跑去质问秦桧 有什么证据证明岳飞谋反 想不到秦桧竟然回答 莫须有 意思就是可能有 气得韩世忠说 莫须有三个字 怎么叫天下人福气呢 其实当时韩世忠已经辞官在家 但他依然不平则明 可见他是个明辨是非的人 这件事之后 韩世忠从此闭门谢客 绝口不提正事 天天起一头驴子 提一壶酒 到处游山玩水 直至六十八岁逝世